2024 中華民國總統席立法委員選舉13日落幕 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蕭美琴贏得正副總統 而是立法院總共113個席次上 國民黨獲52席 民進黨51席 台灣民眾黨8席 以及比較親近國民黨的無黨籍2席 主要的三個政黨都未能達到國會值次過半 短短一日之後 美國按照慣例 派出跨黨派資深代表團訪問台灣 傳達對民主台灣的堅定支持與祝賀 美國釋放堅定挺台信號 中華民國外交部14日發布新聞稿稱 揭成歡迎美國政府指派跨黨派資深代表團 是我國大選後職訪問台灣 中華民國外交部新聞稿表示 這次美方是由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 及前副國務卿史坦柏格 組成跨黨派資深代表團 由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博格陪同 於本月14日至16日訪台 外交部對美方代表團來訪表達成至歡迎 新聞稿表示 美國政府循例在中華民國 大選後指派資深代表團訪台 傳達對民主台灣的堅定支持與祝賀 代表團在台期間將進見蔡英文總統 拜會台灣政府高層及各界政治領袖 將與台方就台美各項重要議題 及未來指望深入交換意見 美方是我國大選後的重要時刻 除了由國務卿布林肯代表公開致河外 並指派跨黨派資深代表團來訪 不僅張顯美方對台灣 不分黨派且跨政府的一致支持 更說明台灣政府與人民 真是且堅定捍衛民主價值 正是台灣持續走向國際 影響世界的關鍵能量 未來我國將在既有的良好合作基礎上 持續深化與美國的全方位夥伴關係 共同捍衛民主價值 與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 英國《金融時報》週四 首次報導了此次美國訪問 此前美國政府曾於2000年 2008年和2016年 在台灣選舉出身總統後 派出類似代表團訪問台北 哈德利和斯坦伯格 比過去幾年類似的選舉後 代表團成員級別更高 兩大航母打擊群嚇了中共 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近日披露 美軍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打擊群 十一日是西太平洋 台灣東部外海巡役 台灣國防院學者蘇紫雲指出 卡爾文森號第屬美軍太平洋艦隊的 第一航艦打擊群 由核動力航艦卡爾文森號 提康德羅加級導彈 巡洋艦普林斯頓號 和第一驅逐艦中隊等兵力組成 所配置的標3飛彈射程及於大氣層外 兼具海空 乃至太空多領域複合戰力 蘇紫雲表示 卡爾文森號打擊群近期訪問新加坡後 即前往菲律賓展開演習與巡弋任務 演份課目包括艦載機作戰飛行操作 海上攻防演練 通訊電子 及與駐非美軍部隊的空地協同作戰訓練 直機動兵力與實戰化演練 增加盟國對抗中共擴張的嚇阻能力 根據公開信息顯示 目前航母群在台灣東部海域 西太平洋一帶 蘇紫雲分析 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目前有兩支航艦打擊群 隨常駐日本的里根號航艦 卡爾文森號屬戰略機動前進部署 採商航艦兵力分別於台海南北兩端 嚇了中共冒進的戰略信號自為明顯 蘇紫雲指出 此為美軍所提 強化美軍與志同道合盟友與夥伴的聯合戰備 展現對基於規範國際秩序的共同承諾 軍顯示美國與盟友 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視 並以兵力部署方式實際執行 共同守護自由與民主 台灣國防部致富 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沈明室表示 因民主選舉結果無法事先預測 美軍以料的重嚴態度 針對最壞情況進行戰略預警 美軍航艦此時部署台灣東部海域 西太平洋一帶 可監控中共軍事動態 若有異常集結或其餘企圖等 便能快速應變 台灣人民向世界發出強烈信號 賴清德和蕭美琴贏得勝利 這是中華民國民選總統 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政黨取得三連勝 賴清德是他勝選演說中表示 台灣得到2024年民主陣營的第一場勝利 這個勝利具有三個重大意義 第一個意義 台灣告訴世界 在民主與和威權之間 我們選擇企系民主這邊 中華民國台灣 會繼續和國際民主盟友並兼同行 第二個意義 台灣人民用行動 成功抵禦外部勢力的介入 因為我們相信 自己總統自己選 第三個意義 是三組候選人中 賴消配得到最多的支持 代表國家會繼續走是正確的路上 不會轉向 更不會走回頭路 華盛頓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前董事長陳文賢 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他很高興看到這次選舉結果 他說 我覺得對台灣人來講 這對國際社會發出很強的信號 不理中共怎樣打壓 他們都是會繼續堅持他們的立場 禁止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會繼續抵抗中共的壓力 他預測接下來台海情勢會持續緊張 不過戰爭機率不大 中共要拿台灣是他們的政策 已經講了七十幾年 一直都是禁講 因此不僅是民進黨才是這樣 國民黨執政它也是同樣立場 目標都是一致的不會變 因此我想 共產黨也同樣會繼續對台灣施壓 但是它不敢對台灣動武 不是因為民進黨執政的關係 而是美國、日本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壓力 他們覺得對台灣動武的代價太大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